明明鹿角可以自己脱落 为什么人们还千辛万苦去割鹿绒呢 直接去捡脱落的鹿角不好吗 首先跟你讲 要知道鹿为什么长脚 以梅花鹿为例 只有雄性才有鹿角 此鹿脑瓜溜空 年年交配的季节来临 雄性头上开始了 小鹿才鹿尖尖角 这就是鹿绒 等到半年后完全骨化 就成了雄性 迎娶交配权的武器 两鹿相撞必有一伤 在野外的鹿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的形容下 鹿角也会长出许多叉叉 然后搏斗时更容易缠在一起 2020年就有外国的网友亲眼目睹 一头熊鹿拖着一个鹿头 生火树肘 知情人猜测可能是 打架过程当中鹿角擦一罐的 半截身体腐烂之后 被胜利者甩开直升鹿头 直到被人们撞见 还有了双头鹿的单身 对鹿来说 头上长成骨化鹿角是成年必备 自然是越大越好 可鹿农看起来 出生的鹿绒才是个宝 60天能长成 鹿农取鹿绒的时候 会查看鹿绒的状态 茅槽 二杠 三材绒三材之间 优先选择二杠鹿 也就是两材 此刻的鹿绒品质非常好 营养价值极高 看到二杠鹿绒涨到饱满 一将涨到三材的时候 开始计划割鹿绒 过程相当慎重 割鹿绒的时候 原来也不是人们认为 得像芝雅盖尔那么减轻松 相反是血腥的 时间主要集中在4月份中旬 走些是麻醉的 一是为了防止鹿在割鹿绒时 增长二是减轻的疼痛 毕竟流血的手术术 半个小时过去 兽医开始行动 固定鹿绒根部勒紧 稍有不慎 就会影响第二年的一个 鹿绒产量 起到止血作用 绷带指数鹿眼 防止居鹿绒时 粉尘撒到鹿眼睛里 瞎了在 此时鹿绒捏起来和人手一样软软 一顿操作猛入 一看时间两分五 快走狠 梅花鹿脑纱二杠取下来 最后就是善后工作 随便用草木灰处理横切面 进行包扎一周之后 鹿又能活风乱掉 于是就这样鹿血量久 鹿绒麦一物多消 于是人们好奇 既然鹿层上的东西 鹿绒能长得万元一斤 鹿脚却散落在地上无人简 西医认为鹿绒中 还有丰富的暗计算 中医觉得鹿之精气 全在于果化而带绒毛的右脚 有补羊一血之功效 尤其是胃寒 手脚巴巴凉的人 效果更为浅著 所以大多人宁要鹿绒不求鹿脚 对鹿脚的研究 除了能成为满墙的艺术品 有点观赏性外 一无是处 也缺乏药用价值 严重程度更是长到几十斤重 让鹿的脑瓜都抬不起来 运气好的自动透露 等到来年又是新的循环 运气不好的 直接找个树开始磨脚 即使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 家养的就杜绝这种烦恼了 每年定时定点 跟脑瓜上的鹿绒 从古至今 鹿绒都是食补界的自补佳品 动辄万元一斤的价格 让普通家庭无福消瘦 但是难免有投机局 好像找野生的 想都不要心事 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 梅花鹿 可视和首鹿在里边 大熊猫 金丝猴 长臂猿 雪豹 东北虎 平起平坐 你贼心一想 花金万两 你就牢底做穿就吧 假冒为例 产品层出不穷 肉有人造 自然鹿绒又合成 以四充好 马鹿绒顶替 梅花鹿绒 买死自己留个心眼 加入小脚指万钱 野迷触地白骨线 世间房秘千千万 选取食材 你得擦亮眼